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TagBuddy 有些熟面的又回来都开心的见面 老师早晨 今天由我和Claudia去教,今天Herman休息一下 今天我们教你们怎样用YouTube 其实应该很多人都有经验用YouTube去看影片 我今天会教你多一些里面的不同的功能 事不宜迟,一般来说 iOS我不是太肯定,但如果你用Android 本身已经预设了 但如果你不肯定的话 你可以去App Store或者Play Store 之前也教过你怎样安装App iOS或者Android 你搜索YouTube 那你再去找 如果那里写着Open 即是代表你已经登上了 如果写了Install 或者Get 在App Store 你就要去Download才可以开YouTube 现在看看你们可不可以在你的手机上找到YouTube 以及开了它 可以重温 我们今次就用这个做例子 那怎样做呢? 首先呢 你的App的右上角 有一个好像放大镜 你先按一下 按了 你按下去 那应该呢 它自动就会彈出一个键盘 在一个键盘里打NPC Foundation 是不是一定是大写的? 小写也可以吗? 你喜欢小写大写也可以 不重要的 因为它自动会感受到你的写 OK 如果你不夹位 它能否感受到呢? 通常 它通常会自动 在看情况 如果你真的错得很离谱 或者你打的字本身 它不是很普遍的话 它就不能自动 但是如果你那些字 也很普遍 例如 Alberta Canada 如果你黏了一块 它通常都是自己 帮你分开的 哦 那你打多一块就怎样了? 打多一块字就怎样了? 打多一块字就怎样了? 打一个字之后 你按Enter 或者 你视乎不同的手机 它 手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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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运了手索 是的 手索 手索 就是Enter 或者有个放大镜 是的 那 如果你是手索成功 大概应该会出一些 这样的画面 可能它有些广告 但是大致上应该是这样的画面 那 你有一个 首先有一个channel 我们的channel 在这里 NPC Foundation 下面呢 就有些影片是我们做出来的 那 你按下去的那个channel 就是你可以按下那个icon那里 在这个channel那里 按下去 你应该会去到我们的channel的主画面 那 好 如果大家都OK 那 就教你一些功能 那首先你在这个主画面 你应该有个按钮 订阅 订阅 大家不用担心 是不需要钱的 你订阅一些东西 那在YouTube上面呢 你订阅 那它就会 定期如果有些新影片 之类 那它就会告诉你 有新影片 那你可以看 那呢 例如 我们这个tapbuddy 那我们会定期 post一些影片上去 那你就可以收到一些通知 那可以告诉你 你可以重温这一堂 下面呢 写着上载 就是有一些我们channel的影片 那又是 有很多 就是 你看到这里 有个 艺术堂 有tapbuddy 那你可以转上转下 看看我们有些 最新的影片 或者有什么好看的影片 那你可以按下去 那现在就暂时不要按下去 你上面 上半个部分 应该是会和 我们现在画面上的图 差不多的 下半部分 由 上传的影片 开始 应该是会不同的 你每一次进去都应该会不同的 是因为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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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片的次序 是会根据 譬如 可能是 它上传的时间 或者是它上传的类型 或者是你平时看开些什么 那它就会放 那些 那类型的影片 上去给你看 所以不同 我们的画面 是正常 是对的 只要上半个部分 差不多就可以了 哦 明白 谢谢 那大家可以开到一条影片 开到一条影片 先教你们一些按针 首先你应该看到上面有一行按针 哦 第二个呢 就是 那个 手指弓向下 就是代表你不喜欢这条影片 那你是不应该按的 看我们这条影片 那 那 你再 在右手边呢 就是 分享 分享 这条影片 那你就可以 分享出去 可能用你的通讯软件 什么通讯软件都好 那你可以按分享 就告诉别人 这条影片很棒 诸如此类 等等 是不是有人 用手机呢 我听到手机 零星 我可不可以识一识 零星 是 谢谢 对 对 对 有人找你了 对 对 那回到刚才那边 在分享的右手边 就是下软件 下软件 下软件 是你要付钱 那它就给你下软件 可以在下软件使用的 那 暂时来说 大家都应该不太需要这个功能 到最右手边 就是save 那save 什么意思呢 代表你可以自己有个playlist 你可以把一些影片save 在那里 那你之后就方便日后重温 那 那 在下面 在下面 有个留言 或者comment 的section 那你就可以留点点 这条影片很好看 注意此类 那你注意留言 都可以的 那暂时有没有什么想问 是 公开停 是 我不是听了 请问二哥我要save 我怎样做 我按了save之后呢 之后 通常它会彈几个playlist 出来的 不 它通常会save到你最近的playlist 那里的 那 如果你想 通常你 我没有记错 如果是一开始的playlist 应该是watch later 或者 那你按回 我们之后会教你怎样 按回playlist 但通常会进去 那里的watch later 那里 如果你不想save 在watch later 那里 你也可以再按多一次 那它就给你 起多个新的playlist 去摆回那条片 OK 谢谢 没问题 我想问 如果你想save 是不是一定要download 才可以save呢 不用的 download是完全 不需要用 不关于save线的 是的 那你share那里呢 share那里是什么 即是怎样 share给人 你按就 可以打人的email 或者whatsapp 通常它按下去 它会给你几个option 之后 例如通讯软件 可能signal 或者message 或者gmail 那之后 它就给你通讯软件 通讯软件 说给你听那些人的number 他会打了通讯软件 给你去再选择你想send 给那些人 It keeps out the title 老师 是 请问 我刚才按了save 之后 我再按一次 它打了这个screen 出来的 那它save video to 然后watch later and then done 我应该做什么 如果你只想留下视频 你可以save 在watch later 它已经save了 所以你不用做任何事情 你再按多次 除非你想放在其他的list 那里 等等我看一看 我免得搞错 应该是这样的 大概 按上下 那你就可以 它有个位置给你按 不是加新的playlist 是的 是 在右上角 有个new playlist 如果你想用第二个list 你可以按那个 再打回那个名字 然后save 在那里 OK 好,谢谢 但如果你save了 是会阻止了你部机 很多位置 是吧 应该不关事 不关事 不关事 哦 但如果你save了之后 你不想要 那你是不是按入save 可以有个位置给你删除 你 你可以 比如你save了 它通常会写save 之后 你再按下去 就会弄了很多个list 出来的 那么 它应该呢 等一下 让我试一下 再一次 你可以押回那个list 就可以没有了 或者我们之后会教你 如何去个playlist 你可以在playlist 那里直接封列 应该 OK,麻烦 没问题 还有没有什么 急切的问题 我 我想多多 他叫我什么 他现在叫我订阅 说免费试用一个月 之后每月 又要给15.99 我现在想cancel 他怎样还不回 你按了youtube premium 你按了download 是不是 不是 你没有进入credit卡 应该收不到你的钱 我现在想取消 他又找不到 应该不用取消 因为如果你 你按了youtube premium 你就算是试用 你也要进入credit卡 如果你没有进入credit卡 他收不到你的钱 所以 你按返回键 再回去 刚才youtube 就应该没问题 或者 按回去 我找不到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左下角的home button 试一下 左下角?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youtube的左下角 那是首页 你试一下 你又要按MPC foundation 再跟 我又要打 你试一下 你应该不用再打 应该他会出了 有了 按那个东西就可以了 按MPC foundation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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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再开个频道 再开个频道 可以了 搞定 麻烦 好 是 如果大家 再没有任何问题 就去下一版 下一版 下一版 你开了一条影片 之后 通常 本身就像这样 就没问题 如果你再按一按 那个屏幕 或者那条影片 就应该会出了 这些选择 再按一按 刚才那个图案 不是 你按那个 那个 screen 就是你看到 你的影片正在播 然后下面 就是那些 蜜蜜蜜蜜蜜 like dislike 之类 你按一按 那条影片 就应该出到 这些东西 嗯 没有 现在示范一下 我的手机 等等 例如 例如 等等 例如这样 暂时 现在这个 随便开一条影片 按一按 画面 就出了这些东西 出来 但是我又按一按 现在又开了那些 要发表公平 公开评论 要看到我们做 运动的那些 老师教我们 那些 那些老师教我们 那些 运动的那些 那些 那些 你给个电话 来 来来来 你按一按 它减了 你再拉高一点 你还没开一条影片 你按 随便一条影片 先 刚才按了 我刚才按了 现在再按一条 就怎么样 按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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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样 下面又有那个 那些 那些 应该是 在播片 你按上面 那条影片 上面最顶那里 是 是 就好像这样 按一按 轻一点 它自动播放模式 那些什么 是这样的 是 那些手机 是 是 大概 按 按 它 我发现 这个 我发现 这个 我发现 它不是太更新的 那些按针可能有少少不同 那 但是 你应该都可以按到一些按针 就是 一些 播放按针 就是按这个 按了 按了 也按不出 那个 你那个 片段 那些 老师 我那个 出这样 对不对 对 刚才看到 你轻轻一点 那个画面就可以了 点一下 去出 是啊 它的按针可能 不是很同的 因为 可能在播放 所以 应该可以出 现在 我 它又出了 那个 那样的画面出来 你轻轻力按一下 轻轻力按一下 那个 那个 轻轻力 它们 要是这样 要是这样 要是这样做 做 不会 任何东西转的 因为它 一会 它会 变成正常 它会 打一会 打几秒 你先问一下 你怎么回家找 你先看我的手机 这样 小小力 按一按 老师 我按按 你按错了 现在出到这样 应该按哪里 按回反回键 你应该可以 反回键 是的 不行 按按好 它是在做运动的 应该 它是应该做运动的 是 它是应该做运动的 你轻轻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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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就会 出了几秒 可以让你暂停 播放 这样的 哦 就这样暂停 是的 刚才我看到 那些按针好像出了几个按针 有几秒 它就暗了 现在要开 要接 要是活动 是的 很快 是的 它一会就会走 哦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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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有没有需要帮 不是很大 我想问 譬如现在你搜出来的 不是我想看的 我想看第二个 第二些 行不行 我想看那些 英文 我不见它有英文的课程 它应该有的 我想问你如何找 之后有教 之后有教 是的 下一个就是教 OK 是的 那先讲一下制 我们回到刚才讲的 再讲一次 这些不是太新的 如果你是新的最新版本 应该它会有一个 有一个 不是太新的形容 就是 有一个 白色的圆圈 之后 里面有一个三角形 这个是有什么用呢 它就叫做 autoplay 有时候 你可能听歌 你可能在厨房设菜 諸如此类 你保守按 它就会自动播放 你听一首歌 它就会 听完之后 它就会自动跳到下一首歌 那你就不用等 不用特地按 是否四方那个 是 四方那个 是 那个 那个 白色那个 白色那个 有个好像 好 好的 是 在那个什么 在那个 望远眼旁边 对吗 那个不是望远眼 就是你说的正方 那个 很多个 那个有什么作用 老师 那个有什么作用 是拿来 Casting 是 看电视看 是 但是 通常现在没什么用 你不需要 就是 因为 有点复杂 如果真的要搞 也不是每个人 哦 就是我们想通过电视看 我们电视有4K 就可以通过这个 对吗 是的 但是 有点复杂 你们的电视本身 如果有Cast 就可以了 就是说它可以上网 就可以了 但是 因为每个人的电视都不同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会教了 哦 但是你们自己可以试一下 是可以 是可以 哪个可以在电视看 哪个是Cast 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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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第三个 应该重新 哦 这个 没有看到有这个白色的 哦 这个是T 不要紧 你看不到 总之你看到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看到 暂停 以及可以播放下一个影片 或者上一个影片 是的 你懂得暂停就可以了 是的 那些都是安逊的东西 暂停是很短时间的 是不是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轻易叫你的名字 是 什么事 不好意思 麻烦你做完我 我开始了在 你再说一次 请你等一等 是 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 你也可以上去看看 看一看 看一看 这个视频 我走不到 你所有的 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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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第一个 搜索的就是 NPC Foundation 对吗 你按一下 NPC Foundation 对 你按一下 搜索的 OK 有谁是去不到这个步骤的 我 我欠不到的 按一下 按一下 OK 去不到那些 我会放你去另一个房 我和你去 我教你怎么做 去到那些 我想Cathbert 继续讲完 好吗 因为还有很多 好 好 好 最好 谢谢Cathbert OK 所以 So Henry 还有谁 还有其他人 Ying Chen 我放你下去 好 谢谢 多谢 多谢 谢谢Cathbert 关键迟动 不要这么说 真的跟不上 真的跟不上 老师 我想请问 那个键 我知道在哪里 你说按 比如说 我认识了一部机器 然后我要煮饭 我按那个键是听音乐 哪个键 你讲的 那个键不是听音乐 是它自动播放 例如我可能在听张学友才算 开了一首歌出来听 你开了一首歌 它会自动跳到下一首歌 就是A歌之后变成B歌 那就是我开了一首歌 我开了一首歌 在听音乐 我再去工作 那呢 我开了那首歌之后 我再按这个键 那它就 不用的 你开了的话 它就自动 你不用再按任何其他键 它就会自动播放 那你先开歌 或是先按这个键 它通常一开始已经开了 它自动开了 是的 例如你一次开了之后 它就一直都是开着 这样 哦 就是要开了一次之后 它就自动开着去的 是的 没错 那你讲的上面 如果是在右边 计理第二个 那个 就是四方格下面 好像有三角 WiFi的键 是 那怎样才开了 我现在按一按 不是 自动播放是这个键 这个 我们画面没有的 在 现在看我的手机 第一个键 这个好像一个开关 这样 你可以开 有点难按 这个呢 这个就是自动播放 就不是这个 不是第二个 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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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网找一张照片 给你看 稍后 给我一点点时间 唉 不好意思 各位 请大家看看 如果 右手邊這個按鈕 如果你關掉它,它有兩行東西 如果你關掉它,就應該有三角形 那我應該已經關掉了 剛才我以為你說大二的按鈕,我按了它有沒有問題 我看到它有些東西在動,然後我再按反門 沒有問題,它還沒有關掉 是的,它還沒有關掉 那我現在做了反門的按鈕,現在沒事了 是的,沒事了 謝謝 我們先調整基本功能 中間的就是讓你播放或者暫停的影片 如果你在播放,你可以按中間的按鈕,暫停 暫停了,按中間的按鈕,就播放這個兩行 之後,右手邊就是下一條影片 通常下面有一條列子的 自動彈到下面那條列子的第一條影片 或者左手邊這個按鈕,就反回到你之前看的那條影片 第二,最後一個功能比較重要就是右下角 一個好像正方形那樣的按鈕,就給你全螢幕 那你手機就可以全螢幕這樣看 明白嗎? 下面那個按鈕是甚麼按鈕來的? 那個按鈕,右下角 下面那個按鈕,有一個放大鍵 那個是全螢幕 那你平時看的影片是這樣 即是你放大它來看? 是全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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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就按鈕 謝謝,對了 對了,那 這個是第幾個? 這個是不是到Claudia? 應該是到 不是說太多話了 不行 不行 對了,那現在就教出MTCFoundation的主頁 即是看到上面有四項 寫著Home,Videos,Playlists,和Channels 是嗎? 嗯 是的,那我們就是講兩樣東西 就是講Videos,和Playlists 那Videos,你按了下去 那你就會看到這個頻道 這個MPCFoundation 這條頻道呢 它有使用來上載那些甚麼影片 那,不如你不想看 你的 sistema電話 那你想看它是教瑜伽的 那你就會去找到你想看那部影片為止 哦,是的 找到了 找到了 嗯 那Playlists呢 就是講 它是整理的櫃子 它可能會分成我們教電話這課 或者它教英文的一課 它就會分成另一個項目 Yoga 可能又會是另一個項目 那個是純粹讓你更容易找到你想看那類型的影片 那就按 Playlis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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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看影片慢慢選擇 你去 Playlist 選擇也可以 一 Playlist 就快一點 它全部組成了 OK 有時候不是每一條頻道都這麼好心機 把影片分類的 那你找不到你想找的影片 你就在影片那裡逐條找 哦 在影片那裡逐條找 我想問問 如果我按出來我想按哪個 這個是什麼意思 紅紅色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 是不是有個鐘 是啊 不是的 紅紅色這個 如果我按這個看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用什麼 這個就是 Playlist 你一按了 就是全部影片自己播放 不是每一條影片 就全部一起看 現在我找到Yoga 什麼都可以 全部按一按就可以了 對啦 你一按它就會一條影片 博一條影片 繼續 嗯 對啦 OK 謝謝 好 沒有問題 我們去下一個 對啦 那之後呢 我們按回出去 先 按回出去 home button 左下角有個home字的 哦 我們先按一次 即是手錄的那個是嗎 左下角Youtube的home button OK 大家按了 按了 OK 那你會見到呢 其中有一個 那一堆東西 home那裡 會有一個寫著 subscription的 嗯 就是好像訂閱 如果中文應該是 嗯 那你按那個呢 你就會看到你 這個 你自己的account 都訂閱過什麼頻道 這樣 哦 那現在我們需要按嗎 嗯 都不用的 不過 對啦 如果你之前有訂閱過什麼頻道 你想找一個頻道出來 那你就按那個按鈕 哦 是的 但我想大家應該都 沒訂閱過任何頻道 還沒 是的 是的 在那裡你就可以找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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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是的 你按完訂閱之後 你訂閱過的頻道 就會 在上面 好像右手邊 那個圖案一樣 在上面 有不同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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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按訂閱 我按訂閱 那我就可以再看看 Yoga Yoga 是一個 playlist 但是頻道 就是MPC Foundation 就是不用按訂閱 也有的 嗯 嗯 你訂閱了MPC Foundation 你就會容易找到 之後 不用一下打 就是search 這樣就找到 是的 OK 謝謝 好 我們再去下一個 嗯 好 然後呢 又是同一堆東西 另外一個就寫著 Library 圖書館 應該在subscription旁邊 或者 notification旁邊 嗯 就寫著Library 那你按進去 那你就會見到 有寫著History Your videos Purchases 一大堆東西 大家能找到嗎 找到 找到 好 我聽過的歌 它在那裡出來了 是的 History 就是講你 看過的影片 你按下去 你就會見到 一個list 這樣 那就是你 這幾天 或者再久一點 以來的 你會見到 我三日前看過的影片 我很想看 那你就可以在那裡 看下去 找到 你三日前看過的影片 嗯 是的 那另外 要說的一件事 就是 Watch Later 那剛才Cutber 說了 不是可以save 這條影片的 那我們怎麼找到 那條影片出來呢 那我們就是 按Watch Later 裡面 那一按進去 那你就會找到 你之前 save過的影片 現在應該是空的 因為我猜你們都沒有寫過影片之前 對 是的 嗯 好 那下面呢 那下面呢 在那個Library裡面呢 如果你看低一點 你就會看到 寫著playlist 那playlist那裡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為了自己方便些 整理 你想看的影片 或者你 接下來打算看的影片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 去做些 folder出來的 那是其實 純粹方便你自己 整理的 那如果你想說 啊 我想做一條 專門看食物的 的folder 那你就 加這個 new playlist 藍色的按鈕 那你按進去 然後呢 你就會 扮演了一堆 你這麼久以來 看過的影片 即是你 history 歷史裡面 看過的影片 那你 之後呢 就應該 就會出了一個 這樣的list 就是 那你就是 你之前看過的影片 那如果你說 我煮東西吃的影片 我想把它 group在一個 folder裡面 那你就 我們就努力 最後 這裡 就要 你 做個 就 那個 去 那 你就 按 Next 然後呢 就會 再 一個 啊 所以 你 就可以 做 你的 playlist 那個 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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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說 啊 這個playlist是用來做食物的 那我就打Cooking 按完之後 打完Cooking的字 那你就可以按Create 就是這樣啦 Cooking 然後你就可以按下一點 又寫一個Create的字 那你就按Create 然後他就會做了一個新的playlist 就是寫著Cooking 這樣啦 好 啊 那這裏呢 就是說 按回去 下面那條bar 看不見有個好像指南針的東西 Explore 嗯 是啊 當你不知道自己想看什麼 你想看看有什麼近期是Hit的 那你就按Explore那個按鈕 哦 這樣就會出了一大堆不同的分類 有音樂啊 有新聞啊 那你想看什麼 你就按那裏看 那就會找到 直到你想找的影片為止 嗯 是啊 好 再去下一頁 咦 有沒有問題啊 OK 謝謝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又有一個測試的時間了 那我們不是可以訂閱頻道的嗎 為什麼我們要訂閱 還有是不是免費的 訂閱了 那他有什麼新的影片出 那他就會通知了 不用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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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免費的 所以NPC Foundation那個頻道 你們如果訂閱了 我們新的這些 那些影片 都會放上去的 那有些 運動啊 畫畫啊 英文 教英文的影片 都會放上去的 不是一定要裝了訂閱才行的嗎 都不是的 但是訂閱了就方便你自己 每有新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了 最快賽就知道 是不收錢的 不收錢的 不收錢的 那就按吧 不收錢 已經要不用錢 按了 他Foundation的網額不收錢而已 是啊 不是啊 也要我啊 Google 要我繼續啊 可能 可能又要 又要update東西給他 哎呀 廢話了 訂閱這個動作 就不收錢的 但是 有時候有其他頻道 可能他們會有 呃 就是 有其他一些玩法 他們就是可能 比如說 那些影片啊 音樂啊 那些 就是那些 就要付錢了 不用不用 那些都不用付 但是有其他頻道 他們就會有些 私人的 譬如他們說 啊 你可以 嗯 他有個高級一點的頻道 那你做一個會員呢 那些就要付錢了 哦 是的 但是 間中的手機是要update的 那個機是要 是啊 update才有最新的功能 嗯 好 看回大家 如果你沒有進入信用卡 是不要緊的 你不用怕 這麼粗 好像靠他指指 就能進入信用卡 你就知道 我們老人家的膽子這麼小 哈哈 很害怕的 一會兒就問我拿錢 哈哈 又不懂得還原 哈哈 有什麼事 就立刻按下 下面那顆大鍵 那個home button 就沒有死了 哦 一掛出去 就是當飾機了 哈哈 但你出去 什麼錢都不用付了 我按了那個home button 就沒有事了 是啊 哦 那第二條問題 就是問 你可不可以 分享一條YouTube的影片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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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嗯 對啦 那你可以分享去到 WhatsApp啊 或者經E-mail啊 或者text message啊 都可以分享到的 OK 好